大家午安 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跟昨天一样都有午后阵雨 那这个昨天晚上呢 还有一些这个热对流又再一进来 反而造成这个晚上睡觉前呢 大家都被吵醒 今天也差不多 我们有时候开始会慢慢遇到这种 短延时强降雨该怎么办 它一个小时呢 可能只有下个三四十没有特别多 但是呢十秒十分钟以内呢 可能就下了一二十 那个十分钟内呢是非常大的 有时候不小心就会积淹水 所以请大家呢 如果遇到那个很强的时候呢 要暂停开车 开车要避免行走这个积水区 因为有时候积水区下面怎么样 你不知道 还有一个呢 避免在积水区行走 要预防触电 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些意外发生 请大家留意 同时那个水呢 很多东西很脏的 请大家不要去玩水 不要好奇啦 遇到短延时强降雨都要特别注意 那目前呢 其实这个封面就在台湾的北边 很可惜啦 没有来 我们就在它的前缘 那前缘呢 就有一些这个热对流开始发展 所以午后呢 也是一样有热对流发展起来的这个态势 高压呢明显东退了 痛退了很多 所以预计呢 明天 礼拜天呢 其实整个封面北台一点点 所以我们这边呢 还是有一些局部的 我后的对流 但是应该会比较少 下周二呢 有一波封面 不过这个封面到台湾的时候 结构就弱掉了 所以并没有那么旺盛 你看在长江那边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封面 持续在盘踞 预计呢 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 可能有一道封面 就在台湾附近盘踞 这个呢 是到目前为止 蛮接近台湾的 不过 它可能是移动型的封面 还不是滞留型的封面 但是整个形态来看的话 可能会在台湾停留 比较多了两三天的时间 这是唯一我们近期的 会比较有大降雨的这个机会 那原来提呢 六月初 会不会有一些飞雨封面 有这个态势 但是现在又有可能 又有台风会来搅局 这不是说会来台湾啦 只是说让整个结构上 就变成是一个 蛮复杂的一个结果 所以未来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啦 希望台湾的天气呢 有点变化 这时候很多人告诉我说 要下雨才是好天气了 现在不是说不下雨 是好天气 台湾的天气呢 还是有些午后震雨 每天都容易有些发展起来 中南部的山区开始有一点 不过礼拜天的这个午后震雨呢 预期会减少一点点 整个北部的山区比较有机会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都有一些机会会开始产生 尤其是封面会来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礼拜二三四的这个封面 可能没有很强 可能是还是由午后的局部阵雨为主 所以北部的温度呢 会略降一点点 二十三 三十一到三十二三度啦 清晨的低温 略降一点点 没有那么的 就是闷闷的感觉 中部呢 二十七八度到三十四度 南部来说的话 一样也是二十八九度到三十二度 但是这个只是靠海边 如果沿山区的话 像这个山区还是蛮热的 特别是这个地形的关系的影响 所以今天晚上呢 各地都蛮舒服的 明天呢 各地呢 是多云倒雪 还是相对比较炎热 但是至少不会那么的热了 明天会稍微热一点点 但是至少没有像前一阵子那么热 因为高压有点 稍微退了一点点 我们可以让你建议哦 封面北方盘踞 局部阵雨还是略阵 下周二到四 移动封面接近 下周六日 另外一波封面再移入 所以下个礼拜两波封面 希望它能够多一点点 那整体而言呢 这个西南季风 逐渐有在发展的这个趋势了 所以我们未来呢 大概下下礼拜 或下下礼拜 会进入一个比较多雨的时候 希望它都可以进入 这个脊水区 能够多下一天雨 来解决台湾的焊象 我们来看一下 谢谢天使数据